如果要完成一幅 这个审修的作品 首先就是要设计这个稿件 第二个就是你要拿来以后 你就得根据你现有的 这个画面的颜色 进行这个染线 到程序就是要把这个 我们的画稿要画在 这个丝绸上面 你就用电脑画中国的绘画一样 它是画不出来的 所以我们还坚持用毛笔 然后勾线条 勾一个白描稿出来 这一步做好了以后 就开始配线了 画面的这个颜色 你染好了线 然后对在上面 在自然光的这样的一个环境下 来配这幅作品 苏绣的颜色先对要丰富一些 它那个浴染的效果就自如 这样程序弄好了以后 开始上绷 这里头也很考究 这绷子上好了以后呢 然后就开始绣制了 我刚才已经把这个丝线呢 就是分得很细了 也就是说 这个丝线呢 比你的这个头发丝呢 还要细 创好了以后呢 要打个结 这个结打得也比较巧妙 不能让它拉开 然后你就开始对着画稿 用丝线和蒸发来绣制了 有的时候你配好了的丝线 在做到你这个绣面的时候 往往不是你想要的理想的效果 你就是一个设计师 你要掌控你这个画面的变化 在做到你这个算命的效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